之前的三天是沒有最棒的分析 因為都病了 其實如果大家今天聽 聲音還沒算很好 不過那些精神 其實其他的都OK了 先交代一下 講開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是前三天是沒有最棒的分析 接下來希望它可以正常回復 話說星期四一早就去看電影 看完電影之後 突然打爛陣 由戲院走出去的時候 其實現在中戲不太好 因為如果有些聲音不太好 大家多多包涵 話說星期四 待會再講 看了什麼電影 看完電影之後 由戲院走出去 咦 看到打爛陣 咦 好像腳軟 腳軟軟 什麼要人扶著我走 所以才可以走得舒服一點 沒那麼辛苦 一直在回家的途中 坐車的途中 都挺辛苦的 咦 開始自己病了 之前那幾天是早上起床 有些痰 要拍別的痰 咦 就要先提出什麼痰 所以說 嬰兒會覺得是靠下了 黃색還是白色 applicant 說的是深綠色 他說深綠色 陸 oke 肯發了盐 要歇 twee 四 前要休息五天時 兒子開了一些中藥 她給我 她說要多休息一下 平時也不夠休息 我跟她說 生活習慣 起居 她飲食 她說你休息不夠 休息不夠 再加上這次 那天就一直走 很少感覺到法院題 法院題一直走 走路也很辛苦 星期四吃了中藥 星期五就好些了 甚至星期四就發燒 不算很高燒 未試過超過39度 不算很高燒 星期五就已經沒有發燒了 想著星期五就OK了 做回節目了 怎知道星期五就去做遺盧途中 走路也好像走一半 腳軟軟的呢 感覺到好像也不太行 而且也減得多厲害 所以想著星期五就好些了 但也減到睡不著覺 減到肺也好像弱了 還是怎樣呢 好像沒有不中氣 所以現在說話也不夠中氣 然後星期五做遺盧 做啤梨漫步的時候也挺辛苦 高估了 回家後已經頂不住了 剛剛再吃中藥 然後睡覺 有時他急醒 睡覺 然後出汗了 星期六就好些了 星期六刺的痰出來就不是深綠色了 就變成黃色了 所以到今天 還有不少他的鼻涕 不過今天的鼻涕都沒有早兩天 他那麼厲害 還有那些咳嗽 都好了不少 今天就算了OK了 胃口也回來了 今天也吃飯了一餐 之前半餐到不是怎樣 吃東西都好像很鹹 那些東西 今天的味覺 胃口 總之會想吃東西 或者想選擇 想吃些什麼 都應該八百九九的 希望沒什麼大礙 好 交道完這麼多 就說新聞 沒什麼了 我一會發現我們現在來找一次 我們家的宿布 提起 我們家的宿布 也有一個了 我們家的宿布 所以我們家的宿布 其實很不一樣 我們家的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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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買房子 我們家的宿布 有先制度 我們家的宿布 是 無法 我們家的宿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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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